台湾平和大的鸟类研究员 透过了记录雄鹰的叫声 把它发表在国际的知名刊物上 透过后面可以看到 其实这些声音都是这个研究生 经过了相当多年的收集 他表示说其实雄鹰相当难以观察 过去几年来 大家都只发现到有两种叫声 就是在飞行的时候 以及雄鸟在寻求食物时候的叫声 但是这一次它记录到最少有七种雄鹰的叫声 而且来分析它背景有什么不一样 为了做这项研究 对于研究员来说真的是相当的辛苦 因为季节不同 还有每天的早上下午周五 其实这些鸟类都会有不一样的行为 所以它都必须守候在当地来做记录 现在记录到最少有七种以上的叫声 也让它相当欣慰